塔利班原来它是有很多地盘 基本上都没有进入城市 就是说它把这个 它是乡村包围城市 这个乡间它有很大的优势 可是它现在已经在进攻城市 它要进城了 那所以现在的情势 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阿富汗的军队过去20年 完全是美国人扶持起来的 那主要的战斗任务 都不是阿富汗军队 阿富汗军队是配合 这个驻在美军跟这个 北约的部队在进行战斗 虽然它现在还有一支空军 可是这个塔利班这个战略很厉害 它现在把这些 阿富汗政府军的空军飞行员 列为猎杀的对象 用暗杀的方式 那么另外还连他们家人一起暗杀 所以造成这个 阿富汗政府军的空军 现在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 因为过去美军在阿富汗 北约以及阿富汗政府军 他们是依靠有空优 它掌握了这个空中的优势 所以他们还可以把局面控制到一个程度 现在美军也撤了 北约也跑光了 那就阿富汗自己的一个 已经是蛮脆弱的空军 又岌岌可危 所以现在的情势很可能就是说 比一般的想象还要快 也就是那个阿富汗的政府军的抵抗能力 正在快速快速的这个下降中 那最主要我认为原因还是因为 已经士气已经垮了 你长时间你都靠美军 这些后台老板帮你撑在那边 你现在你的后台跑光了 你想想看 这个本来就不是主力的阿富汗军队 有什么样的士气 还继续在那边这个坚持到底 奋战到底 所以已经在正前这个起义 政府军整批整批的正前 像阿富汗这个塔利班这个军队 这个投诚的 已经在各地都有发生了 而且你想想看美军走的时候 还说我可以让带走 这个过去帮我美军打仗的翻译人员 还有这些重要的这种军事人员 就跟我们现在打疫苗那种 第二类人员就是特权的 就阿富汗的第二类 美国就给他这个发这个签证 让他逃出去 这些人在申请的就有一万五千人 这些人要有信心的话 他干嘛要跑 对不对 这些就是说他的老板跑了 他当然也跟着跑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现在这个阿富汗政府军这边 可以人心惶惶 大部分都可能都没有这种 留下来一战的这种决心 另外一方面都想脚底抹油 所以这个情势很可能就是说 原来各界希望就是说阿富汗 塔利班跟政府军展开一个和平的谈判 然后用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内部的纠纷嘛 看起来我觉得越来越渺茫啦 用和平方式解决 塔利班用这种军事力量 用征服的方式 那么可能获得政权的这个结果的 可能性越来越大增 不过这一次政府军他们也在说 说塔利班的阵容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而且还是指控他们这个阵容中 有一些外国的部队在里面 那就是说其实就是说阿富汗内部的情势 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并不是只有塔利班跟这个政府军 他还有很多地方的军阀 甚至外国的部队 也就是说他们讲有IS 就是伊斯兰国的残余部队 现在也潜伏在这个阿富汗 所以阿富汗这个情势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复杂 那不是说很多国家认为可以掌握得住的 那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撤出以后呢 他现在并不是真正放手塔利班 真正放手阿富汗不知道 因为俄罗斯前一阵就在塔斯特说 美国现在仕途跟塔吉克 跟乌兹别克这两个国家 这些跟阿富汗这些接壤的国家 正在商谈在这两个国家设立美军基地 那美国在巴基斯坦本来就有很多的 这个军事设施在里面 所以如果说美国是希望阿富汗更乱的话 那么他撤出来以后 他先达到初步的目的 那么之后以后再用在这些邻国 阿富汗邻国的这些军事基地 再继续等于说干涉阿富汗内部的局势的话 那阿富汗更勇无这个动乱 勇无修止之欲 所以就看这个现在的状况真的是很乱 那虽然这个塔利班的高层人士也去了北京 也去了俄罗斯 可是看起来这个局势在短期内 还是很难平静下来 可是介大使我补充问一下 对就是俄罗斯现在就是要针对阿富汗的问题 要跟美国谈 要跟美国沟通 尤其是针对反恐的部分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恐怖主义会更加的盛行吗 然后还有另外你看 也是针对阿富汗的局势 8月9号到8月14号 中俄要举行明夏联合军演 所以这整个过程俄罗斯的盘算 我想俄罗斯要跟美国谈 基本上就是警告美国不要插手 俄罗今天阿富汗搞到这个局势 就是你美国20年的在里面的经营嘛 所以美国是希望阿富汗是一个和平的局面呢 还是他根本他的打算就是希望阿富汗是一团乱局 那现在周边国家的最坏的打算 都是认为美国就是故意要摆烂 让阿富汗成为一个乱局 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个火药库 让周边国家大家都不得好日子过 包括谁呢 俄罗斯嘛 大陆嘛 然后呢巴基斯坦 伊朗 这都是跟 这都是跟这个 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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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直接接壤的邻国 所以美国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怀疑他 那就是说这个局面里面 现在俄罗斯一定是希望美国不要插手 不要再继续在阿富汗里面丢汽油 丢这个破坏 做破坏性行动 阻挠阿富汗走向和平跟重建 那这个8月初 这个将来将有一个1万人左右的中俄的一个联军 会在中国大陆的西宁的一个军事基地 举行大规模的军演 这个军演当然是针对阿富汗 当然是预防这个将来 如果阿富汗的动乱扩大 那么这些周边国家 用什么方法联合来设法制止 或者说降低阿富汗动乱产生的影响 另外俄罗斯还会跟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 这几个国家中亚的国家 在8月9月之际 也会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那么基本上也是对阿富汗制成 就是说产生一种震慑 也一种超前的部署 先做好军事部署 以免阿富汗这个情势失控 影响到周边所有大家的利益 那阿富汗最大让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它的外衣效果 它的动乱以后外衣效果 外衣什么呢 就是极端的 伊斯兰主义 极端主义 所造就出来的恐怖集团 那大陆最怕 最防的就是东突 这个就是说所谓的东医运 这个新疆疆毒分子 跟这个以阿富汗为基地 对新疆进行破坏工作 那俄罗斯 塔吉克 乌兹别克也同样的 国内有很多的这个 因为临近 另一方面 他们的境内也有很多 就基本上都是回教的一个势力 可是他们是比较世俗化的回教国家 不是政教合一的事 所以他们也要预防 这个阿富汗将来万一动乱 变成革命输出 所以说恐怖集团 恐怖主义输出的一个基地 所以他们都在积极准备当中 所以就是说我想这个邻国 基本上都在做最坏的打算 不过美国的这个 这个最近跟这个印度走得很近 听说也在谈阿富汗的问题 那不晓得打的是什么算谈 因为这一次布林肯前上个礼拜 到新德里跟这个印度的外长 那他们见面谈了蛮久的 那出来以后双方也表示 他们对阿富汗的情势很在乎 那这样一想的话大家就要小心 因为美国一插手一在乎 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动乱不停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在线人数已经1万1了 那同时还有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距离订阅85万只差 最后一里路 好 目前大概剩700多的订阅 我们就可以我提前达标 达到了85万的订阅 那当然团队有说 到时候要来一个加冕仪式 那这个加冕仪式要什么呢 我下面先卖个关子 或者是网友你们有什么意见呢 我来看一看 就大家也都可以提出来 但你提你的呢 我做我的 没有啦 就是还是都好不好 我听听大家想要看到 要什么样加冕仪式嘛 你是怕网友的要求太高了 我给你考虑加园有什么意见的 我看到是有没有话 就像你到这里的来的